在大概二千年前的今日 在大概二千年前的今天 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 沿途的群众去挥动一些中树枝去欢迎他 在教会的传统里面称这一天为中树节 在这么特别的日子里面 我们一起去思想做门徒的代价是很特别的时候 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段经文 路加福音 请以往读出 耶稣又对众人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我最近跟朋友聊天 有一天我跟朋友聊天 我们说起一些小孩子 他就告诉我 他的小朋友最近迷上了一个漫画 叫激动战士 英文名叫Gundam 叫激动战士 英文名叫Gundam 有一些很大的模型 有一些很大的模型 因为这个漫画在澳洲不是很流行 因为这个漫画在澳洲不是太流行 所以这个小孩会趁香港旅行的时候买回来 所以这个小孩子就趁着到香港旅游买这些模型回来 他只是买了一个很大的模型 他买了一个很大的模型 价值几百元澳币 价值几百块钱的澳币 因为那个盒子太大了 因为那个盒子太大了 他又怕寄海游就寄室 他又怕寄那个船游又怕寄湿 怕搭飞机的时候寄仓又扎烂盒 又怕坐飞机的时候寄仓砸坏了那个盒子 结果朋友就做了24校爸爸 结果我的朋友就做了一个24校的爸爸 帮他拿着个大盒手提上飞机 帮他手提着这个大盒子上飞机 我发现原来无论是大人或者小孩 我发觉无论是大人或者小孩子 他们都会做一些认为他们值得的事 去付出代价 他们都会为了一些他们认为值得的东西 去付出代价 就像这个朋友的孩子一样 虽然他不用用力去拿这个盒 虽然他不用自己亲自用力的去抬这个盒子 但是他要冒着一个险被人骂 去求爸爸妈妈 但是他却冒了一个险 就是被人骂 然后去求他爸爸 那我的朋友当然是为了爱儿子 就帮他拿回来 那我的朋友呢 也是为了爱他的儿子 而帮他拿回来 同一时间 同一时间呢 我在不同的途径里面听到一样东西 我在这个途径里面听到了一样东西 今年教会的主题 作门徒的代价 今年教会的主题 是作门徒的代价 这个主题 可以叫人家感觉到很沉重 还有很却步 这个主题呢 会让人觉得很沉重 还有很却步 如果我们把两样东西 放在一起 如果我们把这两样东西 摆在一块 你会产生一个 很令人心思的问题 就会产生一个 让人非常深思的问题 刚才路加福音那里讲到 刚才路加福音那里说到 耶稣跟门徒讲 耶稣跟他的门徒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 跟从我 跟从我 路加是三卷福音书里面 唯一用到天天这两个字 路加是三卷福音书里面 唯一提到天天这两个字 现在是不讲三卷对观福音 就没有包括约翰福音在内 这里没有包括约翰福音在内 路加用天天这两个字 路加用天天这两个字 所要强调的是 我们每日都要为自己所信的 去付出一些东西 他要强调的是 我们每一天都要为自己 所信的东西付出代价 例如因为信仰 我们要经历一些不开心的东西 譬如因为信仰 我们要经历一些 不是太开心的东西 或者去做一些我们不喜欢做的东西 这个就是做门徒的代价 这个就是做门徒的代价 这个是耶稣自己的教导 这是耶稣自己的教导 对于一些诚心跟随他的人来说 对于一些诚心跟从他的人来说 我想在头脑上起码不存在 值得这个问题 起码在头脑上会存在值不值得这个问题 但是同时我们发现付代价这个主题 是这么叫人沉重的 但是同时我们又发现付代价 这个字好像很沉重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 到底是有什么原因呢 去拦阻了我们 去实践这个新的价值 去拦阻了我们 去实现这个新的价值呢 所以今天第一个思想的问题就是 有什么拦阻了我们 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的这个问题 就是有什么拦阻了我们 我们第一个要看的是一个内在的拦阻 我们首先要看的是一个内在的拦阻 罗马书 罗马书第七章十五节 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 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 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 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 我是喜欢神的律 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 和我心中的律交战 把我掳去 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保罗座里所提到的 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 有些东西明明知道不应该去做的 有些东西明明知道是不应该去做的 但是我们又做了 就像情急的时候我们就会 说大话去过关 就像情急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谎去过关 有些东西呢 你知道应该要做的 但是又做不到 有些东西呢 我们知道要做的 可是我们又做不到 我经常都觉得自己应该对小孩温柔一些 但是一看到他们不顺眼 经常去上网 立刻火都来着 骂了才算 虽然过后有少少后悔 虽然过后呢 我又后悔 在罗马书里面 在罗马书里面呢 保罗告诉了我 那个原因是什么 他说人里面有另外一个律 不断地挑战你的新价值观 不断地挑战你的新的价值观 这个律可以是我们的性格 这个律呢 可以是我们的性格 可以是一些从小父母 给我们的价值观 可以是一些从小 由父母来的价值观 也可以是多年来 我们在社会上工作 所积累下来的一套人生经历 和一些做事的方法 所积累下来的一些人生的做事的方法 每次信仰的价值观 和这个律有冲突的时候 每一次信仰的价值观 和这个律有冲突的时候 很容易选择一个习惯的路去走 很自然就会选择一个 比较习惯的路去走 这个可能是一个条件反射式的 即时的反应 这可能可以是一个条件式的 即时的反应 也可能因为我们觉得 比较容易掌握那个选择的后果 也可以是由于我们 觉得可以掌握 比较容易选择的后果 比较容易掌握那个后果 比较容易掌握那个后果 所以我们就会有较多的安全感 因为要尝试一套新的做人处事的方法 因为要尝试一套新的做人的方法 要有很大的动力 很多时候我们宁愿留在自己的安全区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宁愿留在自己的安全区 我们不会冒险 我们也不会冒险 看完内在的拦阻之后 我们看外在的拦阻 好 我们看了内在的拦阻之后 我们看看外在的拦阻 我们看马可福音 在马可福音里面 第十章四十四节这么说 在你们中间 谁愿为首 就必做众人的仆人 因为人子来 并不是要受人的服 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暑假 外在的拦阻有两方面 从外在来的拦阻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是直接 同你的信仰的价值观去抗衡 第一方面呢 就是直接同你的价值观 信仰的价值观去抗衡 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在福音书里面 在福音书里面 我们看到耶稣在地上的三十三年 我们看到耶稣在地上的三十三年 是一个自我降悲 是一个自我降悲 谦卑付出 谦卑付出 最后为人待罪 以死在十字架上的一个过程 最后为人待罪 死在十字架上面的一个过程 这个就是 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所说的 这里就是马可福音十章四十节所说到的 所以耶稣也都用同一个标准 去教祂的门徒 所以耶稣也用同一种的标准 去教导祂的门徒 什么标准呢 什么标准呢 就是马可福音十章四十四节所说的 就是马可福音十章四十四节这里所说的 谁愿为首 谁愿为首 谁就要做众人的仆人 谁就要做众人的仆人 所以在教会里面 一个成长的指标 一个成长的指标 不是向上爬 不是向上爬 是向下爬 是向下爬 一个基督徒信主纪念 一个基督徒信主几年 在团契里面开始帮忙带茶经 带序会觉得很开心 在团契里面帮忙带茶经 带聚会 他是很开心 后来做了组长 后来做了组长呢 有几个人帮下手 有几个人帮一下手 更加觉得自己很有用 更加觉得自己有用 但后来他做了部门的负责人 但后来他做了部门的负责人呢 做了掌执的时候 又做了掌支的时候呢 树林生命开始成熟 树林的生命就开始成熟 他才发现了一件事 他才发觉了一样东西 上帝摆你在那个位置 原来上帝摆你在那个位置 不是位高权重 不是指这个人做事 指那个人做事 不是指令这个人做事 那个人帮你做事 而是要降悲做众人的负责 而是要降悲做众人的负责 这个很难的 很难顶的 这是很难很难做的 但这个就是基督教的标准 但是这就是基督教的标准 社会给我们这套什么标准 而社会又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 向上爬 向上爬 要聪明 要威 要认第一 要威风 有权 有势 有勉 有权 有势 有面子 你明天试下上班 你明天试一下当你上班的时候 跟你老板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泡茶地水影印 你帮我倒杯茶 帮我饮印 看下有什么后果 看会有什么后果呢 基督徒夹在这个张力里面 基督徒夹在这个张力里面 是很难受的 是很难受的 要么呢 你就是有双重标准 说一套 讲得很好听 但是我做的时候 跟回世界的标准 说就好听 可是做的时候呢 就跟着世界做 要么呢 你就要很诚实地面对这个多重的压力 我们遇到的难阻 是给一些压迫我们 而外在的难阻 第一是给一些压迫我们 第二是利用你 第二呢 就是利用你 利用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用一些不同的事物 就是用一些不同的事物 去吸引你 将上帝在你生命里的位置 不断地降级 而来吸引你 把你在上帝的位置里面 不断地降级 我做学生的时候 我做学生的时候 有首歌叫做《将你最好的献与主》 有一首歌呢 就叫《把你最好的献与主》 我还记得头那两句是这样的 我还记得头那两句是这样的 他说《将你最好的献与主》 就是把你最好的献与主 献与青春与力量 献与青春和力量 做学生的时候唱这首歌很容易 做学生的时候 唱这首歌很容易 很投入 很投入 因为穷学生一个 因为穷学生一个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欠什么要什么 你要什么我就欠什么 但是到后来 我有了自己的事业 但是到后来 有了自己的事业呢 有车有楼 有车子有楼 有太太 有太太 有儿女 我就不敢再唱 我就不敢再唱了 再唱下去呢 如果上帝真的问你要的时候 如果上帝真的问你要的时候 你给还是不给啊 你给还是不给 其实 其实 读书 做事 结婚 生孩子 买车 买楼 这些全部都是很中性的东西 读书 工作 结婚 有儿女 这些全部都是很中性的东西 是一些人生里面必经的阶段 是人生里面必经的阶段 但我们要面对的就是 但我们要面对的是 我们怎么样将它们 放在一个合移的位置 我们怎么样把它放在一个适合的位置 去做好它 但是我们没有将它变成一个又一个的偶像 去眷恋和崇拜 我们不能够把它变成一个又一个的偶像 去眷恋 去崇拜 基督徒面对很多内在和外在的压力 的拦阻 这里面说内在和外在里面的压力和拦阻 我们有什么选择 我们有什么选择呢 我们尝试看一下圣经里面有几个例子 我们尝试看一下圣经里面有几个例子 看一下那些人是怎么样选择 看看那些人是什么样的选择 看看我们有什么可以从中学到的 第一个例子 我称它为一个全力以赴的 第一个例子呢 我称它为全力以赴 看菲利比书 看菲利比书 第三章第八节这么说 不但如此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自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粪土 为要得着基督 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信主之后 生命会做180度的大转变 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信主之后呢 他的生命会做一个180度的大转变 竭力去活出他的新价值观 竭力去活出他的新价值观 保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保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从大马士革的路途上面被主呼召之后 在从大马士革的路途上被主召唤之后 保罗由一个迫害基督徒 变成了揭力传这个上帝的福音 保罗从一个逼迫基督徒 而成为一个接力全基督福音的人 他一生都没有退缩和觉得疲倦 他一生都没有退缩和疲倦 在菲利比书里面 在菲利比书里面 保罗说 我为基督丢弃蛮事 看作糞土 我为基督丢弃万事 看作糞土 以前他有的学识 他有的名誉 社会地位等等 都变得不再重要 以前他拥有的学识 名誉 地位都变得不重要了 只有效法基督 才是他所揭力追求的 只有效法基督 才是他接力追求的 圣经没有解释给我们听 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变 甚至没有向我们解释 为什么保罗会变成这样 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到 因为大马事革的经历 那个震撼 可是我们可以推测到 是因为大马事革 他所经历的东西 令他感到震恨 保罗面对面的遇见了上主 保罗面对面的遇到了主 扭转了他的人生方向 扭转了他的人生方向 那个深刻的经历 带来了深刻的改变 他那个深刻的经历 带来了深刻的改变 但这个是上帝自己的恩典 但这个是上帝自己的恩典 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的经历 不是每一个基督徒 都可能有的经历 很多时候我们有的经历是什么呢 很多时候我们有的经历是什么呢 就是我这里所讲的第二个经历 就是一个错终学习的经历 就是我这里所说的第二个经历 从错终学习的经历 我们看马可福音八章 我们这里看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七节 耶稣和门徒出去 往盖撒利亚 菲利比的村庄去 在路上问门徒说 人说我是谁 应该是二十七到三十三节 应该是二十七到三十三节 马可福音第八章第八章第二十七节 二十七到三十三 好 我这里读出从二十七第二十三节 耶稣和门徒出去 往盖撒利亚 菲利比的村庄去 在路上问门徒说 人说我是谁 他们说 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 有人说是以利亚 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 又问他们说 你们说我是谁 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耶稣就禁戒他们 不要告诉人 从此他教训他们说 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 被长老 基事长和文士弃绝 并且被杀 过三天复活 耶稣明明地说这话 彼得就拉着他说 劝他 耶稣转过来 看着门徒 就责备彼得说 撒旦 退我后面去吧 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 我很快用广东话读一读 因为这个对我们 一路讲下去的很重要 好 我们这里用广东话 也读一下 因为这对我们 说下去比较重要 以防不需要翻译了 好 把福音八章二十七至三十三节 耶稣和门徒出去 往海撒利亚 肥立比村庄去 在路上问门徒说 人说我是谁 他们说 有人说是施赤的若汉 有人说是以利亚 有人说是先知了的一位 又问他们说 你门说我是谁 彼得回杀说 你是基督 耶稣就禁戒贪汪 不要告诉人 从此他靠分贪汪说 人只必须受很多的苦 被长老祭司 长老民事弃绝 并且被杀 过三天复活 耶稣明明地说这话 彼得就拉着他 劝他 耶稣转过来 看着门徒 就责备彼得说 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 我们看到 在旺盖撒利亚 腓立比的路上 我们从这里看到 往盖撒利亚 腓立比的路上 耶稣问门徒 我是谁 耶稣问门徒 我是谁 彼得很确切地回答 你是基督 彼得很确切地说 你是基督 这个当时是一个 很大胆的认信 这在当时是一个 很大的硬性 基督或者尼赛亚 这个字 基督或者弥赛亚 这个字 分别是希列文 和希伯来文的中文音译词 分别是 希伯来文和 希列文 希腊文的中文译音 意思都是神的授高者 意思呢 都是神的授高者 在旧约里面 神的授高者 职份有三个 神的授高者 他的子份有三样 就是先知 祭司和君王 就是先知 祭司和君王 在耶稣的年代 在耶稣的年代 普遍的以色列人 对受高者的印象是 普遍的以色列人 对受高者的印象是 是一个地上的君王 去拯救他们 脱离罗马的统治 是一个地上的君王 去拯救他们 脱离罗马的统治 是一个政治上的尼赛亚 是一个政治上的弥赛亚 彼得也不例外 虽然彼得的认信 对耶稣的三重身份 是距离 仍然有一段距离 虽然彼得的任性 跟耶稣的三重身份 有一段的距离 但当时已经是前人 所未有的见解 但是对于当时来说 是前人未有的理解来 所以我们在 马太方的平衡经文里面 所以在马太福音的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耶稣赞彼得 你是有福的 我们看到耶稣 称赞彼得说 你是有福的 但是很快 当耶稣说自己要 怎么去受苦 受难然后受死的时候 但是很快 当耶稣提到自己要受苦 受难和受死的时候呢 彼得因为不明白 又不能够接受 一个受苦的尼赛亚 又不能够接受 一个受苦的弥赛亚 所以就要阻止耶稣 所以就要阻止耶稣 结果又被耶稣骂 结果又被耶稣骂 很多时候我就发现 原来自己 原来彼得就是我的写照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 原来彼得就是我们的写照 做对了几件事情 做对了几件事情 又做错了几件事情 走三步就退两步 走三步就退两步 好彩我们看到耶稣没有放弃彼得 在彼得前书里面 我们看到晚年的彼得是脱胎换骨 那个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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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老是成第一的年轻人 已经变成了一个很谦卑 很忍耐的老师徒 已经变成了一个很谦卑 很忍耐的老师徒 中国人有句话 中国人有句话说 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我们看到要改变一个人是几难 你要看到改变一个人是多么的难 但彼得的一生给我们很大的安慰 可是彼得的一生呢 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 我们看到改变是有可能的 从这里我们看到改变是有可能的 上帝允许我们犯错 上帝允许我们犯错 为我们预备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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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做的就是诚心悔罪 我们所要做的呢 就是诚心悔罪 愿意听上帝的教导 愿意听上帝的教导 他就会改变人心 他就会改变人心 就像他昔日改变彼得一样 我们来看第三样 好 我们在这里看一下第三样东西 就是我称为越走越远的一样 就是我称为越走越远的一样 我们看生命记三十章 我们看看生命记第三十章 第十五节 那你说 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 死与祸 成名在你面前 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 真行他的道 谨守他的诫命 律例 典章 使你可以存活 人数增多 耶和华你神 就必在你所要进去的 得为业的地上 赐福于你 倘若你心里偏离 不肯听从 却被勾引去敬拜 侍奉别神 我今日明明地告诉你们 但是在多年的教会生活里面呢 我发现原来还有第三样 我发觉原来还有第三样 第三样就是你发现有很多的信徒 第三样呢就是你发觉有很多的信徒 初信主的几年是很热心的 参与教会传福音 参与了教会的传福音 但后来信仰的意义 每天慢慢地浪淡下来 可是后来呢 信仰的热情 慢慢地冷淡了下来 有些甚至连信仰都放弃 有些甚至连信仰都放弃了 我年轻的时候 我很喜欢问一个问题 我年轻的时候呢 很喜欢问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人究竟得不得救呢 就是这一群人 到底他们会得救吗 到我年纪慢慢大了的时候 到我年纪慢慢大了的时候 我发现原来对我来说 我问这个问题 我发觉对于我来说 问这样的一个问题 纯粹是由一个人的角度去出发 纯粹是一个从人的角度去出发 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 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 还有多多少少呢 有些想跟上帝出手的意思 就是多多少少呢 都有一点想帮上帝出手的意思 但是这个是上帝的主权 但是这是上帝的主权 我又不需要去做一个审判者的角色 其实我是不需要做一个审判者的角色 所以今天我尝试会去 由上帝的角度去看这个现象 所以今天我可以尝试 从上帝的角度去看这个现象 在生命纪30章那里讲到 在生命纪30章那里提到 那里是摩西万年 在抗疫已经流浪了 很多年以色列人再三的劝勉 那你是对在摩西的晚年 对在那个旷野流浪了 很多年的以色列人 再三的那个劝勉 沉迷了两条路 沉迷了两条道路 就是生与福死与祸的两条路 就是生与福死与祸的两条路 如果你再看下去 如果我们再看下去呢 后来神的选民 真的离开了上帝 后来神的选民 真的离开了上帝 去拜外邦的神 生命纪30章18节那里讲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 必要灭亡 你的日子必不长久 你的日子必不长久 圣经让我们看到 后来上帝借着外族的入侵和亡国 后来上帝记着外族的入侵和盲国 去惩罚以色列人 但是很奇怪的是 但是很奇怪的是 你看到上帝不断地派很多先知 去传一个回转的信息 你看到上帝呢 是不断地派很多先知 向他们传一个回转的信息 给他们一条路走 给他们一条路走 你什么时候回转归向上帝 什么时候你的痛苦就会得到医治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条熟灵的真理 上帝的慈爱 永远伴随着他的管家 就是上帝的慈爱 永远伴随着他的本格 在懲罚里面有出路 在惩罚里面有出路 在公义里面有怜悯 在公义里面有怜悯 所以今天上帝仍然爱那些 离他越来越远的人 所以今天上帝仍然爱那些 离他越来越远的人 上帝仍然给他们回转的机会 所欠的就是一份人自己回头的抉择 所欠的呢 就是人自己一份回头的选择 我们看完这个三个圣经里面的例子 我们看完这个 在圣经里面三个的例子 我们最后要处理一个问题 最后呢我们要处理一个问题 我们怎样量这个新的价值观 换在我们的心里面去发芽成长 我们怎样一个新的价值观 在心里成长 发芽成长呢 在上一篇的讲道里面 在上一篇的讲道里面 我曾经提到过一件事 我曾经提到一样东西 不是我们自己去改 不是我们自己去改 而是让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去改变人 而是让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 去改变一个人 圣灵是怎样改变人的 然而圣灵又是怎样去改变一个人的呢 是不是上帝面对面跟你说话 是上帝面对面的跟你说话 哪个神迹给你看 哪个神迹给你看 就像昔日他呼召以赛亚先知那样呢 我发觉这个不是上帝 在我们里面经常用的方法 我发觉这个并不是上帝经常用的办法 虽然有事都可能会出现 虽然有时候也会出现 我发觉除了我们读经去祈祷之外 我觉得除了我们读经祈祷之外呢 上帝经常用一些重复出现的挫败 来跟我们说话 上帝却会运用一些 我们经常出现的挫败 去跟我们说话 在我们生命里面 重复出现的挫败 来跟我们说话 一些很类似的不开心的经历 一些很类似不开心的经历 在不同的情况之下 重复在我们生命里面出现 在不同的情况之下 重复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出现 我们可能会以为是不幸的 或者这么巧 或者是人家的错 社会的错 但是如果你换一个角度看 这个可以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是我们的价值观 是我们的处事方法 是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处事方法 不断地跟外界发生磨擦冲突的后果 不断地跟外界发生冲突 磨擦的后果 当我从这个角度看 然后用信仰的价值观 去调整我的价值观的时候 然后用信仰的价值观 去调整我自己的价值观的时候 你发现类似的情形 可能都还会出现的 你发觉类似的事情 可能还会出现 但是它已经不能够再引起 我们心里面那份负面的反应 那份负面的情绪 但是它已经不可以 在我们心里面形成那种负面的反应 这个经历没有什么神秘感可言 这个经历没有什么神秘感而言 所以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做到 所以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上帝往往是用一些很平凡的事 可是呢 往往上帝会用一些很平凡的事情 通过我们去看圣经 通过我们去读圣经 通过我们明白圣经的教导 通过我们明白圣经的教导 通过人的反省 去承受它改变人心的那件大事 去成就它改变人心的那件大事 我有一个基督徒的朋友 我有一个基督徒的朋友 结婚二十多年 结婚二十多年了 经常都跟家里人产生大大小小的摩擦 每一次他都觉得是别人的错 要么就是太太不明白她出去做事的辛苦 要么就是太太不明白她在外面做事的辛苦 要么就是说那些子女越大越反叛 要么就是说他们的儿女越大越反叛 其实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知道 家庭关系出了问题 家庭的关系出现了问题 往往都不是单方面的错 往往都不是单方面的错 可是偏偏我的朋友 就没有用一些 就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 他错失了很多上帝 让他去认识自己 去反省 去改变自己的机会 他促使了很多上帝让他自己去反省 去改变的机会 我相信今天有为数不少的基督徒 我相信今天有为数不少的基督徒 他们就像少年的匹德一样 有一颗追随上主的心 但在两个价值观里面 他不停地徘徊 但是却是在两个价值观之间 不断地徘徊 所以我鼓励大家 去正视这个张灵 去正视这个张灵 不要这么容易放弃 也可以去培育 因为信仰而来的美善的心 也可以去培养那一颗 从信仰而来的美丽的心 不会随便作出妥协 不会随便作出妥协 通过读经祷告 通过读经祷告 默想反省 和信仰成熟的弟兄姊妹的沟通 和一些信仰比较成熟的弟兄姐妹去沟通 慢慢去认识我们的上帝 慢慢地去认识我们的上帝 让上帝徒造你的生命 让上帝逃造你的生命 以我们的属灵生命 就是这样慢慢地 一点一滴地去成长过来 让我们的属灵生命 就是这样慢慢地 一点一点地成长起来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天父上帝 你知道每个人的心思的意念 你知道每个人的心思意念 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上面所遇见的难阻 你都清楚知道 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上遇到的难阻 你都是明白的 天父啊 我们不敢祈求 人生是处处地顺景 天色上蓝 花香常晚 天色上蓝 是天色彩蓝 花香常开 我们祈求的是 你给我们有那份属灵的眼光 去看见逆境背后的你 去看见意境后面的你 就是怎样耐心地去引领我们 去改变我们 就如昔日 你怎样改变彼得一样 我们这样祷告教堂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